你没看错 我正在用搭载高通骁龙860的小米平板5 玩原生运行的英雄联盟 这可不是什么串流啊 也不是什么虚拟机 这就是刷成Windows直接运行的英雄联盟 轻度办公和影音娱乐可是不在话下 如果连接到海马云电脑的话 甚至还能用上A7加4090加64G的配置 4K全高画质百帧唱完赛博朋克 还能做建模渲染 影视后期 甚至跑AI 如果不想用Windows了 还能一键切换回安卓系统 这我真的是性价比最高 最全能的二合一平板了 我感觉雷总现在都后悔当年发布这台机子了 严重影响后续米版6的销量啊 不过刷成Windows也不是十全十美 在视频后面我会给大家分享 我在使用中遇到的一些功能缺失和bug 你好 我是不想看的一层路肇招 这期视频给你答案 米版5已经是三年前发布的产品了 为什么我今年会突然想折腾它呢 这就要感谢高通的神助攻了 诸所周知 高通近年发布了一些Windows on ARM的笔记本 所以也拉上微软做了一些优化 但高通和微软钓鱼打窝 却让小米吃了个爽 同样是搭载高通处理器的米版5 因此制造了优化红利 以前ARM软件生态很成问题 而如今的新系统里面 却已经可以实现 插不了到ARM的无缝转移了 虽然性能会稍微受到一点影响 但是流畅使用绝大部分的插不了软件问题都不大 而且在即将到来的24H2版本里 效率还会进一步提升 现在入手绝对不亏 米版5已经下架很久了 所以想要买的话只能去减二手 我最推荐大家买的版本是8加256的这个版本 毕竟是Windows嘛 内存硬盘不能太小 另外大家要小心 不要买到扣容的版本 有些扣容版本用的颗粒呢 是和Windows不兼容的 所以就直接不能刷了 顺便提一嘴 米版5Pro和米版6系列也都是不能用的 另外我建议大家配套买一个 这个小米的官方磁吸键盘套 因为它在Windows下 也是可以当成一个正常的键盘来用的 你当然也可以选择蓝牙键盘或者有线键盘 但我用了一圈下来 还是这个键盘套最优雅 这一套下来 重量比市面上绝大部分的轻帽本都要轻 出差的时候再让它则有幸福感 至于具体怎么刷入呢 只要先给米版5解锁 然后用这个Windows工具箱 网上已经有非常完整的 一步一步的攻略了 只要老老实实的跟着走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敢操作或者不会操作的话 其实也可以直接去海鲜市场淘一个已经刷好的版本 现在基本上一半的米版5都是已经刷好的了 通过Windows工具箱刷上的系统 其实就已经非常干净了 没有什么需要额外优化的 直接安装我们喜欢的软件用就可以了 打开显示设置可以看到 显卡也是跑满了2.5K分辨率120Hz 屏幕清晰度和流畅度都很不错 打开任务管理器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CPU显示的是一个8核的高速ARM处理器 现在越来越多的软件都已经原生支持ARM系统了 像我们常用的Edge、Office、Chrome、QQ、微信 使用起来都是非常流畅的 即便没有做实配的软件 Windows内部也给我们提供了转页 点开EXE就能够运行 只不过会稍微感觉有点卡卡的 但说实话 你一千多块钱买个笔记本 用起来本来也就应该卡卡的 当然了 我知道大家最好奇的还是 你版5究竟能不能够玩Windows游戏呢 你别说还真能玩 各种设计游戏当然是随便玩的 这玩意儿真的是给了神器 至于其他游戏 我测试了一下英雄联盟 说实话玩玩人机对线平均也就30帧 特效复杂的时候还会掉到20几帧 基本上就是不可玩的状态 但是万万有点之意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触屏的优化做得也是非常好 OK 回到我们的米版5 我在使用这半个月以来 我对它真的是非常满意 但毕竟刷Windows是歪门邪道嘛 即便是适配的最好的米版5 也有着不少的问题 我这边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你能不能接受 首先是最大的问题 它几乎充不进电 在Windows下必须是用纯拼定鞋的充电器 才能够充进去 而且充电速度非常慢 几乎是一个不可用的状态 幸好它的续航很不错 所以我一般是在Windows下用到快没电了 然后千万回安卓状态快充回旋 二是它的电量显示也是很不准确的 你很可能用了很久发现它还是100% 然后刷了一下掉到70% 80%了 这让人很没有安全感 目前来说这个问题还是无解的 三是小笔的传统异能了 它这个接口是USB2.0的 所以传输数据非常慢 大部分情况下 我都宁可从网上下 我都不愿意用U盘考 再加上它有一个C口很不方便 所以如果你工作经常要拷贝文件的话 那么还是买正经电脑吧 那么这台小米平板50和什么样的人呢 当然就是我这样 钱不多又喜欢折腾的人了 折腾的过程真的是很有意思 也很有成就感 如果你的工作仅限于非常轻度的文字办公 比方说写写稿子 做做Excel和PPT的话 那么它可能比很多轻薄本的一样好用 因为真的足够轻足够薄 续航足够长而且还不发热 最后如果你喜欢玩设计游戏的话 那么它也确实是推给要神器 想玩大型游戏的话 那么你只要能够搭建好足够流畅的串流平台 或者用海马云这样延迟足够低的云电脑的话 那么它也是很适合你的 毕竟只要1000多嘛 这个价格买一个安卓平板都不亏 还送个Windows二合一 真的是雪赚啊 OK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对你选择有帮助的话 就参加个赞吧 我是不想看到你惨个如舟 希望在下期视频里一定相遇哦 拜拜